第三个章节 我们讲到的是摄影前的测试阶段 也就是老师或是演员 在进来行销实验室之后的测试 我们会依照演员或是老师的身高跟声音 来进行调整 包括调整摄影机的角度 麦克风音量的大小 电视的位置等等 在这一个阶段 我们会先录制一小段影片来当做测试 确保一切准备就绪后才会开始正式的录影 那在正式录影之前 我们要进行哪些调整呢 这边我就以中心大学的行销实验室来做说明 首先在老师或是演员进入摄影棚之后 我们会先稍微调整摄影机的角度 让老师或是演员在画面的正中间 例如大家可以看到画面中的两张照片 左边的照片是调整前的画面 右边的照片则是调整后的画面 因为每个人的身高不太一样 在演员进来之后 我们还会再调整一下摄影机的角度 确定老师或是演员的影像 可以出现在画面的正中间 或是让他们的位置 呈现在我们分镜所构想的画面 在调整摄影机角度之后 我们还要调整电视的位置 在上一个单元我们有提到 在行销实验室的摄影棚 有一个二号的电视是可以移动的 这台电视通常是用来播放PPT的画面 让老师在录影的时候 即使是在摄影棚 也可以看到PPT的内容 大家可以看到画面中调整前后的差异 左边的照片是调整前的距离 右边的照片则是调整后的距离 大家可以发现 在调整之后 电视跟老师的距离缩短了 这就是在老师进来摄影棚之后 在测试的这个阶段 发现PPT的字体太小 因此需要将电视再往老师的方向来移动 再来是调整麦克风的位置 在上一个单元我们有提到 为了确保我们录制的声音是清楚的 在录影的时候 我们要尽量将麦克风 对准老师或是演员的嘴巴 在中兴大学行销实验室的摄影棚 麦克风是架在天花板上的 但每个人的身高不太一样 离天花板上麦克风的距离也会不一样 因此在老师或是演员进来摄影棚之后 我们还会再稍微调整麦克风的位置 大家可以看一下画面中的两张照片 两张照片的麦克风高度 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如同我们刚刚说的 每个人的身高不一样 距离天花板麦克风的距离也会不一样 甚至在老师或是演员 坐着或是站着的时候 距离天花板麦克风的距离也会不一样 因此在测试阶段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试情况 来调整麦克风的角度跟位置 让麦克风可以对准老师或是演员的嘴巴 来确保麦克风的收音品质 让我们录制影片中的声音 可以更加清楚 紧接着麦克风的位置之后 我们还需要调整麦克风的声音大小 因为每个人讲话的声音幅度不太一样 有的人讲话比较小声 有的人讲话比较大声 因此在测试阶段 我们会先请老师或是同学 在摄影棚的时候 用正常的音量来讲话 这时候在控制室的我们 就需要观察控制室内 控制电脑VMix的录影软体 录制声音的状态 如果这时候发生太小声 或是太大声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透过控制室内的声控板 上面的旋转钮 来调整麦克风的音量 因此在这边再一次提醒大家 一定要了解声控板上面的数字 哪一个号码代表的是麦克风 哪一个号码代表的是电脑播放的声音 才不会在我们录制影片的时候 手忙脚乱的 而在摄影机角度 电视位置 麦克风位置 跟声音大小的都调整之后 也就是在我们测试阶段的最后一个步骤 我们会先录制大约一分钟的影片 来进行测试 录制完之后 我们会立刻进行播放 来确定我们影像是不是清晰的 声音可被听得清楚 确保我们影片的品质 以上就是关于摄影的测试阶段 这已经是正式录影前的最后一个步骤了 也就是在正式录影前 我们调整的最后机会 因此在这个阶段 一定要确实的进行测试 我们才能顺利进行拍摄 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